咱们来聊聊 进来的 电商的一些现状 还有我自身的一些情况嘛 毕竟也很少跟大家说到这个 呃前天时间上去东南亚的电商平台看了一下 跟自己同个品类的一些产品情况 大跌眼镜 金阳上面做了同款产品 有些 东行的卖家 不管是本地还是 自发货的 竟然比我 自己生产的产品还要便宜50% 还是包邮到东南亚的 那么你想想 这种 就不是在销售 是在清仓 或者 直接就是套现离场的情况 那你说对不对 比我买 配件回来或者自己生产配件做的 成品 只有过去的价格 那边电商平台上面卖的比我的成本价还要低50% 那你想想 怎么做 对不对 真的应验那句 现在国内的产能真的是太太严重过剩了 或者说 卖家端 销售端竞争的人数太泛滥了 以及各个渠道库存的 库存数量太恐怖了 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 总结的说一句吧 一般消费品 说真的 门槛 能 做高一点 尽量做高一点 做出 差异化 技术门槛 资金门槛 产品价格 反正你能想到的任何办法 能往高处拉 就往高处拉 别在低端 中低端卷 中端也别卷 没意义 说真的 我自己观察下来 没有什么产品 反正如果你的产品成本价是低于 三位数的 也不要说100元 低于三位数的 如果你有认知 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或者有能力 有其他的 类目渠道 或者有一点其他的产品优势的话 尽量往高端走 别往低端走 记住 不是开玩笑的 不然永远的 在中低端有新人进来 不断的跟你卷 特别是现在 跟朋友也聊到一个问题 现在 厂二代 开始 直接 进驻 终端的 跨境电商零售平台 那么你想想 都叫做厂二代 那么意味着 家里 那个公司或者工厂的产能 除了供货给现在 的 电商零售端之外 他自身也到平台上面去跟 其他的卖家一同竞争 那你就想 怎么玩 对不对 我是厂家 我自己都想办法 要 上去 平台上面直接跟其他卖家竞争 那么你说说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做中低端的 很简单说 你是从 这些 厂家进货的 你能玩得过他吗 在平台上面 意义不大了 对不对 那么 如果有条件 有技术 有资金的话 尽量往高处走 好不好 我自己也在 谋划 其他 并来 往 高处走 尽量往 三位数到四位数的 价位之间 去走 因为 到了这个 价格 阶段的 可以竞争的 公司数量 是少出几个 几何 级别数量 说真的 这样子才是 比较容易生存的 一句 下面也跟大家 估计几句 电商行业 多年从业经验的真理吧 竞品 低10元的优惠 比你任何优秀的运营 都要来的吸引人 这句是 比较真的 实践出 出政治的 然后就是 如果 能往 高端产品走的 不要往中低端去 如果你的毛利率 一年是低过10%的 毛利率 记住 不是 净利润 是毛利率低过10%的 干脆直接别碰 这样的内幕产品 别碰 去买个 国内的银行股 直接躺平就行了 因为 国内银行 银行股每年 分红至少 还有5到6个点 这比你去干啥 还要来的 实际吗 还囤个 货干嘛呀 等着那里在 亏本清仓吗 还要投个广告费 你才能 进行的出去 你说对不对 那么意义就不大了 然后 我看看 国内其他朋友做 电商同行的 现在情况不是在清仓 就是在准备清仓 套现离场 要么就是 在 裁员运营 把运营适当的 减少一些人手 然后 调整内幕 手头上的能 清部分仓吧 也保留部分 SKU这样子的 反正 平台 是很多 但是不代表每个平台都适合你的 品类去做 你要非常有目的性 选择性的去挑选 合适你的平台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别乱上平台 别乱开 新品类 新内幕 这样子 你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的 两年 不要想着明年会变好 搞不好 正正如 今年年头 大家说的 可能2023年 是以后10年之内 最好的一年 哎 当然我也想明年变好 对不对 那么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 还要打包 就这样 晚了 拜拜